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纽约是早上 我现在问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贵宾 请郭文贵先生参加我的节目 现在请我们的导播 先把郭先生接进来 郭先生你好 你好小冰先生你好 观众们好大家好 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您是大名鼎鼎 但是知道你的人很多 可是能见过你的人估计没几个 那么今天我把你带到屏幕上来 跟我们的观众见面见面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上明镜电视的节目 非常荣幸在这里能接受小群先生的采访 谢谢所有明镜电视的工作者 谢谢所有的观众 郭先生你在中国的媒体下 基本上报道你的时候 虽然我估计没有一家媒体 真正的就是跟你面对面的采访过 在过去的你跟媒体交往的历史中 我知道你好像只是接受过香港的商报 这一家的一次采访 除此以外好像就没有接受过采访 那么我想请你给大家解释 说一下你自己 就是很多人说你是个神秘的富翁 商人神秘商人 神秘的富豪等等 都不知道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你能给大家第一次正式的说一下 您到底是干什么的 小平先生您过奖了 我不是什么神秘人物 也不是什么富翁 这个都是过去媒体 因为不了解不知道 这个报道 那么同时过去的这些年来 我确实是没有在媒体上 做任何事情 也得罪了一些媒体 包括我的一些对手 利用很多媒体妖魔化我 所以说我老开玩笑说 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 对我的生活中一旦没有了诽谤 没有了造谣 没有妖魔化 我就过得不太舒服了 因为所有的过去的诽谤 和妖魔化都是我的动力 我都要证明给人家看 我不是那样的 实际上呢 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 我还应该感谢他们 这个所谓的神秘化 都是媒体这个编造出来的 中国十几个人 媒体不知道人太多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这个不让人知道是很正常的 基本上还是在中国这个社会的 像我们这人太多了 那么再一个我们也是从小受父母的教育 这个低调做人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不存在什么神秘 好啊 这个不存在什么神秘 这个 现在我现在要问你 就是说 原来你就是一直就是说 或者是媒体把你神秘化 或者把你妖魔化 或者对你进行诽谤化 那么今天呢 是什么促使你 要站出来呢 接受这个明镜电视 对你的一个专访 这个你又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想法呢 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好奇这个问题 首先呢 这个近两年来啊 我一直在因为我们这个和北大方正的经济纠纷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媒体高度关注 那么也有些媒体呢 这个特别是有些媒体收了我的对手李友的钱 还有李友的背后那些政治高官们家人付的钱 那么比如说这个两年前说 郭文贵从意大利被抓回去了 然后呢 郭文贵现在成了第二号的这个地理完成之后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这个王岐山书记要防美 要把他给签满 对有这个说法 然后突然 郭文贵又给这么这个法拉盛律师打电话 要求政治庇护 然后突然郭文贵现在又杀人了 杀日本人还是啊 有时候真杀日本人我称名称英雄了还 杀日本人 说你被国际通缉 对有这个说法 被国际通缉了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看上去呀 这个都是很奇怪的这些新闻 那么实际上都是被钱买 收买的小媒体 这个李友每次花这三万美元 还是一半是我出的钱 是我方正出的钱 就买的一些媒体 然后就报道 实际上是造谣诽谤 这样呢 就让我在海外国内外呢 就受高度关注 高度关注 这就是说今天呢 大家呢 这个都想知道 这个郭文贵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呢 这个媒体造谣没帮我呢 这个名声没把我搞好 但是却把我弄得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 因为我过去多年来 一直有时间 大多数时间在国外的 那么我投资也是在国外的 那么我国外的很多朋友 看到这些新闻以后 当然他们这都是假的 但是呢 别人以为我就是个普通的生意人 现在大家觉得我这人很神秘 这个有很大的能力 有很大的政治背景 然后呢 又是搞倒了刘志华 又把这个北大这个利友 又搞进去了 然后呢 手里还掌握着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核武器般的这种 这个这个一些人的政治丑闻的证据啊 现在现在我跟很多人说我不重要都不行了 那么现在我特别是外国朋友 一些一些政治上这个比较影响力的朋友 现在我真是我是开玩笑 我说我我说现在这个我不重要 你们也不相信 我说我重要你们还觉得还不够 但是呢 我说我确实需要有时间来说明一下 这些事情都是造谣的 那么在这两年里边呢 这个我一直在观察海外民主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 我们这个明镜啊 确确实实是我让我很尊敬的媒体 不造谣 不诽谎 不欺弱 不俱上 而且呢 特别坚持了媒体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这个假新闻甚上的年代里面 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说这个当初香港商报采访我的时候 我说句话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是我们这个 几方都被抓了 而且事情确实涉及的这个经济数额呢 这个几千亿 设计的这个经济数额也是上万亿了都快 设计的博有资产 设计了这个数以万计的人 几十万计的人 员工达到一百多万人 那么这样的事情是要经历一个调查过程的 在这之前我说什么呢 这个我应该不应该说 也没有能力说 也不具备那个条件 我觉得应该在调查到了一个段落以后 能证明到底是他们是错的 还是我是错的 他是好人 我是好人 他有什么罪 我有什么罪 那么随着李友案的宣判 这个事情已经证明了 我们当初检举揭发的 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对的 而且李友的宣判呢 证明了我们现在这个检举揭发的 保护了国有资产 保护了小股民利益 跟重要的事情 我们揭发了很多参观 而且都已经被判刑 被抓起来了 可是这件事情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李友的这个四年半的宣判 真正的说明李友被他的背后后台给保护起来了 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 因为还有几千亿的资产 即将开始真正的争夺的时间 这个他背后的老板也站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今天选择明镜 站出说话 很简单 保命 保钱 还要报仇 这个 大家就知道 这个你跟李友的争执 是两年以前 两年以前呢 但是这个李友的案件 落法锤落下来 是去年的十一月 李友呢 我看这个案子的报道 我有几点不明白啊 第一个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呢 李友一共按照官方的 就是除了新华社这个 这个官方的统一报道之外 李友犯了五个罪 但是呢 我呢 我还数不出五个罪出来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 第二个呢 他的判刑只有四年半 那么五个罪 判了四年半 这个量刑是怎么个量法 我这个学法律的人 我也搞不懂 因为这个 就是单弄第一个罪 就是内末交易这个罪呢 他就够五年了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后面还有好几个罪 还有四个罪 他怎么就就就成了这个四年半了 这也搞不懂 第二个呢 这个官方说 他有自首和立功的表现 我也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被举报的啊 大家都知道 他怎么会自首 还有一个呢 他立功了 他立什么功啊 官方也没有交代 那么你呢 好像对这个事情比较清楚 你能给大家说说 这个 我这些不解 你能给他解答一下是能帮助我和我们的独仔去明白怎么回事吗 小兵先生你不会是学法律的 明镜这个电视确确实是明镜媒体是专业的 你问的都是问到点子上了 这个李友四年半的宣判的这个这五条罪呢 实际上大家完全可以是看到 这是跟我们过去检举揭发的材料 你往回看 是相对应的 他只是对我们检举揭发了材料和所提供的证据一个回应 除此之外呢 他没有在这个之上有任何所谓新的罪行 但事实上是李友从抓起来之后 一直我们在掌握着案情的进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宣判 因为在这个李友这个抓起来以后 李友呢就是买工的所有的办案的 就是北京市公安经侦上的人 和中纪委成立的所谓的专案主 也是同时办我们案子的 还有这个大连式的这个公安局经侦的这个专案主 这个专案主的办案当中已经很快被他们收买了 李友就是很少的时间在这里面 就所谓的保外就医 以患肝癌为名 就躲在外面去了 李友患肝癌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不是现在 李友早就准备好患肝了 李友这个金潭脱桥之计早设计好了 那么他进去以后 这个所有的他这些在公安上的人 这马上就把他保护起来了 确实他有肝癌 他早就有 然后在里边就减减肥 然后呢躺在病房上 开始同时指挥了这场审判 那么李友实际上 他哪条罪行 只要敢公布信息 都可以枪毙他两次以上 不要说是四年半了 很简单 现在他所有的设计的五条罪行的数额没有公布 那么北大是这个所有资产 那么北大方正集团和方正集团所有的下属 13个金融牌照 这里面被李友和侵吞的资产超过千亿以上 这个同时这个内幕交易罪 它获利达到300亿以上 像海外洗钱400亿以上 那这些高官我们政治局里面 包括我们的过去常委 现在常委里面 都有他的这个进属 都有他的行费的高官 那这些事情哪一样说出来 他都会被枪毙两次以上的 那么为了掩盖这个罪行 这个所谓的作案 已经完全的是不视法律不顾了 那么李友被宣判完 宣判的头一星期 你可以看到方正股票有了巨大变化 竟然两天仗停板 这个两天仗停板意味着什么 后来又回落到 从9块多钱回落到7块多钱 那么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未来我会给你们 用证据来告诉你们 这又是一次的 行贿的一种财富转移 这是李友的一个善招 李友在里面 一直在指挥着这一场 所谓对他的审判 那么包括罪行 什么时间出来 怎么判决书都很日商量的 那么李友呢 现在出来以后 已经开始了全面的 进行对方正集团的财富 再一次的分配和转移 这个我们掌握的证据 他这一次在里面待着时间 就拿现金20亿以上 来这个来摆平的目前的案子 承诺给分配的财富 达到150亿以上 那么所以说 他出来了没几天 也就是说我们在8月份 新开始董事会 我们有两名董事 一个独立董事 一个监事 进入了董事会 那么后来呢 在李友宣判完的一周内 专案主就到了 北大方正集团去办公了 在大方正集团里办案 把我们的董事给叫去 有一个女孩 刚刚的我们一个董事 刚生完孩子 生了一年多时间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律师 这个叫许杨阳 另外我们这个监事叫马南 都是律师出身 这个就会叫到方正去 戴上脚镣手铐 然后强迫你 必须签下辞职的这个书 你不签要给你 按手印给你签 如果你不签 我就把你妈抓起来 我就把你爸抓起来 还有我看到你手机了 你又跟别的男的有联系 我可以告诉你老公 跟你离婚 然后呢 把你家产全没收 你信不信 我让你在这边关一辈子 就类似这样的专案组 大连专案组 同志办案和北京专案组 说这是最高领导指示 北大是我们的北大 你们给我滚出去 然后这样的 我们就没办法 你可以看到马上公告 我们的董事都辞职了 而且呢 董事也都被边控了 另外一个监事被抓了 到今天还没让回来 另外一个董事也被抓了 徐阳阳还有马南 都在被大连在关押状态 现在今天的过年了 还没有回来 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什么呢 李友的宣判 只是对过去我们检举揭发的 一个应付 对社会的一个应付 它掩盖了更大的罪行 那就是什么 国有资产被侵吞 大量资产被转移 小股民利益被侵占 然后内幕交易 然后证监会和他们一起 被协调的 所谓的惩罚 60万的罚款 掩盖了他们真正的罪行 这就是我所说的 李友背后的这些金主老板 这些政治后台 真正现在站出来了 这才是我们说 这场战争刚刚开始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稍微慢一点来说 就是说你跟这个李友呢 原来是这个 就是说商业伙伴 应该这么说吧 你们一块搞了这个 这个北大这个翻证证券 后来呢 因为这个 外界有过种各样的报道啊 就是说 你跟北大翻证的这一场 这个战争啊 是因为过种各样的原因 爆发起来的 当然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这个 董事会控制权的问题 就是说你 你民主 他们那个 北大翻证和你一起 你们那个搞了民主证券 卖了民主证券之后呢 为了争夺这个北大 这个证券的 这个董事会的控制权 你们两方打起来了 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呢 你帮助这个 代池 然后呢 因为代池呢 这不是你的 最后因为一笔 将近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的 这个税收的问题 你要这个 北大翻证 要李友去交纳 他不肯交 然后最后呢 导致你跟他交恶 这是我看到的两个 就是比较 普遍的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说你们之间啊 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个人的动机 例如说你呀 你想借口上市啊 李友呢 想什么呢 李友想把自己呢 做成一个 中国最大的政权公司啊 等等啊 还看到你们两个人呢 一起在飞机上的照片 还有一个人呢 是模模糊糊的 到马赛克的在边上 这也证明你们的关系 非常不错 但是为什么最后 你们俩 这么干起来了呢 因此大家都有推测 推测 你们有什么原因 你们俩 你们这么干起来了 因为什么原因 我刚才说的两个原因 对不对 谢谢小平先生 你这个 看来你做了大量的工作 了解这个情况 基本上 你刚才说这些呢 都是李友花钱 这个和他操纵的媒体 李友投了很多媒体 包括财新杂志 他也是真正的老板 这个散播的谣言 诽谤的结果 他放的烟幕弹 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和李友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俩都是一个小小的工具 是个傀儡 真正我们俩之间的较量 都是我们背后的各种势力的较量 这个媒体都猜对了 所以李友啊 他所说的那些话 那都是假的 那只有普通人只相信 但凡有点知识 在行内有点关系的人都会明白 这个李友真正背后的老板 那都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 这些人的才是他的老板 那这些人是要通过李友 是要拿钱 是要藏钱 是要洗钱的 这个跟我郭文贵之间没啥关系 我是要保护我的钱 是不是 我要保护我的钱 结果我要保护钱 我就要找人来帮我保护钱 我没这个本事 结果我找错人了 我找了两三拨人 结果我这是引狼入室 对呀 这个引狼入室 这其中三拨人都答应 帮我百姓李友这事 结果呢 其中的一个人呢 这是位不太高 但是权力很重 过去这四年 是中国兴风作浪 很多大案都是他办的 是中国中纪委和公安的专案组的主长 这个江湖正有句话 纪委加公安 权力大国天 我说这个坏纪委人员和坏公安 就能翻了天 其中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很多 我们今天说不管 我们需要未来的更多的时间 再一一说 我们有四个目标 我们把这个四个目标 其中一个最小的级别的人 最这个 级别最低的 但是他是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 就是今天的公安部的长部部长傅正华 我们背后的其中一个黑手就是傅正华 傅正华这过去四年是权力之大 那真的是已经超过了天了 这个当初呢 这个是我们当时和李友合并之后呢 真正的李友的这个背后的老板就提出来 跟李友说马上叫胡文贵同意定向增发两百亿 那就是我一共换来了十八亿股 我付了一百二十亿现金 当天下午李友打电话 就要定向增发两百亿 我说这是你的主意吗 你这不是抢钱吗 他说那不光我主意 你知道咱那 我背后那几个老板谁谁谁 那家人说了 那必须得定向增发 我说你定向增发洗掉了我一半的钱 那你要不答应 那你胡文贵就是家破人亡 这话就来了 我说那你要不让我家破人亡 那我说李友 那我只有和你干一仗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去找人了 结果就刚才我说 我就其中就找了一个傅正华先生 傅正华的家人就找上门来了 这个人家在这个之前 跟我们家人也要联系 他的弟弟是他的金土代表 他的弟弟啊 这个叫傅老三 在北京江湖上 那是可以说顶一个政治局委员 就这么一个权力 就是说他想抓谁 那肯定抓谁 傅正华就说你反党 说你这个涉及什么案子 就把你抓了 而且他每天都打着说 他深受习总书记 黄岐山书记 孟建书记的这个信任 然后除他仨之外 都听他的了 所以都找傅老三办事 那他想害谁 那是一句话 他想帮谁 捞谁 这也是一句话 而且所有的跟中纪委的专案组成员 都是北京竞争的人 都是老傅的手下 不用老傅说话 老傅只要是稍微给你点态度 这个就很明确了 让你死就得死 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傅正华 这个李永就搬出了 他们最后的 他那个退休的常委的家人 和现任常委的家人 就和这个我们就PK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爆料的时候 在这个公司网站上 每次都报得很准 报得很准 其中很重要 一部分的信息来自于傅正华 因为他说刚开完会 动不动李永 怎么动 去北大抓 抓谁 还抓这个令计划的老婆 还抓这个亚酒店里边 发现了什么 我们都掌握 当时我觉得肯定要赢了 但是后来发现 傅正华先生是两边吃 多边吃 所以说 结果把李永也给抓了 把我2015年1月10号的时候 去了100多个客厅 跑了盘国酒店 正好我们家人在酒店 每天都陪我父母吃饭 在酒店边大家聚一聚 就把我一个60多岁的大哥 60多岁的二哥 还有一个50多岁的四哥 还有一个我在海南的五哥同时 还有我的六哥 重病的六哥 我太太我女儿 当场拿着枪顶着 全给抓走了 在这个酒店大堂里边顶着枪 把我员工 很多人打得鼻口喘息 打得趴在地上 另外一个员工是个保安 这个就是脱了件棉袄 给我大哥 当场把腿就打断了 然后呢带走了我们三十多个高管 带走了我们家八个家人 这个当时啊 这个抓我们家人 抓员工的理由 说我涉黑 你涉黑扎的 还有一个就说 这个跟钟永康有关系 这个傅政华一贯是拿钟永康来抓人的 这个钟永康有关系 然后呢就把我们公司呢 基本上就是员工 你们马上这个离开 郭文贵出大事了 习近平总书记 王岐山书记 孟建柱书记 亲自逼时 这回你们全完了 死定了 你们马上离开吧 就让公司破产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抓捕的 熊栋的同时呢 当然李友 你们都看到报道了 李友的人也 家人也被抓了 但没抓那么多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傅政华拿了我们的钱 没给我们办事 当然了 傅政华在海外 当时除了国内给他一部分钱之外呢 他海外还想要五千万美元 当初我们也答应他了 说你帮周把这事摆平 我们可以给你捐款五千万 那后来把我家人抓了 那我说你把我家人放了 你不放过 不可能给你钱呢 所以说跟傅政华先生就是不高兴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刚才用捐款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这个他是敲诈我们呢 因为我不敢不给呀 他是敲诈 那么敲诈 我说我不能是说你敲诈我就给你呀 我应该报案呢 我说那你应该有什么办法 我有这个 我弟弟有公司啊 这个你可以 还有我们有私善机构 你可以捐款 我说可以呀 所以说他弟弟就跑到海外来 这个打电话找我 让我拿钱 同时呢还威胁我们要干一些 这个现在我还不方便说 等着咱们下几题吧 我再说 那事比的是大多了 这个涉及到国家的更高层次面的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我先说这个事 那么让我们威胁干其他事情 我们呢 应付着他没敢具体实干 但是也做了一点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 这个傅政华出事是早晚的事 而且呢这个傅政华本身我们这件事情 也有傅政华呢 设计我们的这个原因在里面 因为呢在这个2014年8月份的时候 傅政华在家里就找到我们 说你看你们家早晚又出大事了 因为这个要抓的安全部的马建副部长 因为你们跟马建副部长呢 是上下级关系 这个是安全部的联络单位 我们严格讲这确实 盘古是一个安全部的联络单位 这和这个咱们下次再说的 和刘志华案有关系 就刘志华案以后 我们实际上被监管那个企业 好听的话叫联络单位 就是受安全部监管 在中纪委监管 我们也很愿意被监管 因为呢 有些时候呢还让我们更安全 最起码一些流氓啊派出水啊 骚扰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呢 跟表面上呢 跟马建副部长关系特别好 然后呢 还有安全部的基本常驻人员 在我们那办公 那么所以说呢 社会都传说 我们跟马建副部长特别好 所以呢 傅政华家人说 这个中央已经定了 肯定要抓马建副部长 为什么抓呢 因为马建副部长 在过去的18年里边 主要负责党内所谓的腐败调查 掌握太多人的证据了 掌握太多人的信息了 那一定要灭他的口 那同时呢 他还想当安全部部长 说老傅还想当安全部部长呢 说说他当老傅的事能行吗 他肯定抓 那么抓是他之前 肯定抓你老傅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看不行 我就跑了 我就离开中国了 我真的感谢老傅 对啊 你们那个 你这个北大 这个和藩镇的这个角度之中啊 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常委一级的政治局委员一级的 一般的都说就是李友后面的后台啊 是这个令计划 就刚才你提到令计划呀 这个古力平啊 这些人啊 你这边呢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马建啊 马建 马建跟你的关系很特殊 你也讲过好像是 马建是你很尊敬的一位领导 没有他就没有你 那么他们 这个时候他已经告诉你 就是说 他们要抓马建 等于是他们要把你的靠 等于是不是说要把你的靠山给敲掉 有这意思吗 啊 刚才您说的前面呢 这个李友说是令计划古力平 那是李友的一个小靠山而已 小靠山 只是说小靠山 他这个他也没有 这个媒体上说那么夸张 他和令计划和这个古力平 李友有更大的老板 李友有更大的老板 还多个老板 这个李友你去想想 他十几个金融牌照 说的是我给你打断 再说再差一个话 李友在审判当中 他的卷中啊 被这个李友交代了很多人很多事 所谓的立功 最起码被指令 更改十几次 就在宣判他的前两周 啊 竟然也有中纪委去把一个他在里面交代了一个人民银行副行长行贿的事情 马上给创改 你可见李友之这个力量之巨大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力量 是钱的力量 是他打着北大这个名字的力量 那么所以说到这呢 我是另计划呀 他鼓励平 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利益的这个政治保护者 也是一个受贿者 但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有比他重要的多得多 这是李友能把很多人送进监狱 把很多公司搞破产 能还到上万亿资金 这是能今天还能金蝉托壳 以所谓肝癌为名 还能这个立功为名 四年半能拖到这个这个万杀的队 那这是李友的力量 那么反过来说 我和马建副部长 你刚才说 实际上马建副部长跟我关系 我还是要说 我非常尊敬他 他是个好人 而且呢 他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很重要的 在他身上 我深刻的理解了爱国的意义 我不是党员 我从来不说爱党 我也从来不反党 我永远不可能 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更加深刻的理解 爱国的意义 和在社会上怎么理解政治 我觉得这是马建副部长教我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人品和道德 我是很尊重的 看到网上对他 所谓有了六个情妇 几个师生子 我简直我觉得这是 我完全无法接受 一个给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人 三十年的安全和公安 这个 这个 就现在把他侮辱成一个六个情妇 他有那个身体的 马建副部长身体非常不好的 而且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觉得 就是他是探官 他也应该有真相 他也应该有尊严 他也是党和国家的 培养出来的干部 应该给他一个基本的尊严 为什么他今天是贪官 他就证明他生下来就贪官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国内的党员里面 我见过政府的官员 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包括纪委公安阵里面 大部分都是好人 只是一部分是坏人 而这部分坏人 今天很可悲的事情 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颠倒黑白 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 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要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谁是颠倒乾坤的人 谁是咱们大清朝赵高式的人物 谁是一个个的赵高式的人物 像傅振华这好的人 不就是赵高吗 这个党中央相信你 叫你带领专案组 作为专案组组长 那你现在是想弄谁就弄谁 然后吃了左边吃右边 吃了原告直背告 而且你说他加脸钱 这个据我所了解 傅振华的财富富可敌国了 他弟弟养了好几个女人 他养的女人都是极翼富翁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媒体上 对这个事情的知情很重要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要站出来 我看到很多人 好人 被妖魔化到如此之程度 而且绝大部分老百姓 都相信媒体的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 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喜欢这个反腐的 这个都喜欢这个反腐啊 可是这个 不能是真正的腐败者 去所谓去反腐 那可能是真反腐吗 像苏振华这好的人 接下来我们还要说 三四个很重要的人 那是真的反腐 不是的 最后祸害的是老百姓 祸害的是国家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这些人要继续下去 他们是野心家 还想到 傅振华 原话说他要当公安部部长 政法委副书记 甚至要政法委书记 那中国的律师 中国的像你们这搞媒体的人 不都得被抓起来吗 不都得像我那样 家人都被抓起来 员工被遣善 现在律师被抓的 已经挺多的了 现在律师和记者 被抓的已经很多了 这个就不用 这个担心事 我觉得不是多余的 已经很多人被抓了 但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有特殊性 我告诉你 那个律师和所谓的 这些这个媒体 有良心的被抓 绝大多数都是不正话干 这个接下来 如果这样的人 再继续下去 他会干很多 我在这我要 要跟你说一下 我们这个案子 这个我要说 你看我们的员工 这个被边控啊 员工的家属 和员工被边控 大概三千多人 我们被抓起来的人呢 这个头半年 一年消失找不着 连什么手续都没有 在一年或半年的时候 给手续叫指定监视居住 指定监视居住的权利 是要可以打电话 可以见律师的 没有 然后呢 告诉后来在大连呢 在开封关注呢 也不让见 后来到了大连开封看出所 去找说没这个人 为什么 说你们这案子太重要了 这个现在都属于 这密保 没有名字 那么有的现在 就关了两年多 还没有回来 有的是刚刚的 这个这个家里边 这个妻子刚怀孕 到现在孩子没见过 另外一个就是 人家有的这个 就是刚刚离过婚 这么一个女同志 就一个孩子 现在一直住在我们公司 酒店里边 我们陪着 那么这些人抓起来 如果他有罪 活该呀 他犯罪了 是不是 那法律该惩罚你 那犯罪了 有法律程序呀 你应该给他 起码的一个 法律上基本的保证 人权保证 没有 然后这些员工被抓起来以后 绝大多数人 都是被羞辱 比如说 我们被询问的 270多个员工 其中的有女员工很多 有很多男员工回来 都向我说 但是遭受了非人的责祸 其中一个男同志 关在被一个 也同时啊 也跟我有关系的 网上说的 车封 跟车封 还有一个这个 中世游的王天埔 关在一个四合院 这个打他的时候 这个大概三个星期 把这孩子打的 咳拨断了好几次 这个最后都不能动 说你还能活得出去吗 王天埔被判三个死刑了 车封得判五个死刑 你还能出去吗 这是习总书记 王岐山书记 孟书记亲抓的案子 就这么折磨这个孩子 回来这孩子 基本犯神经了 另外我们一个女员工 被抓起来以后 套在铁椅子上 然后呢 再带上脚料 这个孩子呢 被关了三天在这边 在铁椅子上 当然他拉屎尿尿 就都尿在裤装里面了 都尿在里面了 那么等三天离开的时候 他屁股上长了两个大包 回来 他的老公给我打电话 哭得鸡不成声 说我的老婆回来 基本上是傻了 疯了 更夸张的事情 办案的公安 在一开始的时候 把手伸到女孩的裤装里面 嘴摸 你尿了没有 你有没有尿 这是办案吗 这是 这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厉害呢 还有的 基本上这男孩子进去 都砸上脚料手铐 把鞋给你脱了 关你几天 然后呢 看你手机 看你手机 一看你跟女孩有联络 他就说 你有老婆的话 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 你信不信 我把你妈找来你信不信 我把你爸找来抓起来信不信 就这么威胁 然后每个人离开的时候 都要欠20页到40页的空白纸张 所有的男孩女孩 都要问你的性能力 性关系 然后呢 都会拿男的 对方的所谓的出轨的把柄来威胁 而且我们很多女孩进去都会问 你跟郭文贵上过床吗 肯定上过床 要不要同事你老公啊 你跟郭文贵上过床 你老公相信我们相信你啊 都是这种办案办法 今天我为什么站出来要说呢 今天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老百姓啊 应该要知道 这个专案组啊 现在这下边的办案 不代表中央要这样办 我不相信 孟建柱主席 王岐山主席 习总主席 说你要这么整人 不可能 这就是傅振华这样的人 已经到了上心病狂的程度 他把国家机器 这个郭先生啊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秘密关押 第二个酷刑 第三个摸黑栽装啊 这是目前这个暴露出来的 就是说整人的一些 标准的一些作业程序 你看这个 抓了那么多律师啊 那些律师的这个家属啊 天天在这个舆论上呼吁啊 披露这些信息 就是说 人被抓了以后 律师不难见 家人不难见 关在什么地方 完全不知道 这是你家人想知道 他的子言片语 根本就休想 因为他是秘密关押 所谓的指定监视居住啊 就是给你秘密关押 让你强迫失踪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而且呢 他有一个合法的 这个这种外衣 第二个这个酷刑啊 现在看 从现在暴露的各种案件来看呢 非常普遍 最近有一个律师叫谢阳的啊 他的律师 第一次见过他之后 就把这个警察怎么样 对这个他的酷刑 总结了十几种酷刑啊 把他那个 给他总结出来啊 那么 这个你们这个公司员工 遭受的这些酷刑 跟他们遭受的酷刑 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异 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他们用这种酷刑来折磨你 来摧残你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像雷洋那个把人搞死以后 还编一个你在嫖娼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用性关系来这个 实际上人都好色嘛 是不是对啊 但是好像经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 这个人好色 就成了天大的罪状 就成了这个 他们好色的 根本就不在关天花日之下的这事情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种事情啊 一点不行 但是你们这个事情呢 听你说出来 有点耸人听闻 一般的人就知道啊 就是番正 番正这个李勇这些人啊 全军覆没 十一个人被判刑 但是呢 你这一方啊 这你遭受的损失啊 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就通过你这个 刚才的这个这个这个说法 你那么多亲人被抓啊 那么多员工被边控 那么多人被酷刑 这个东西确确实是 是有些所人听闻的啊 那请你继续讲 这个损失我现在 我们查封资产1200个亿 我们从他查封所有资产之后 我们每天到现在 我每天的损失是1000万人民币 也就是一年35 还比较幸运的事情啊 我提前做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啊 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是真的要是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海外的基金啊 在这个三两年里边 给我赚了200多个亿啊 这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办案夸张的什么程度 当时把这个边控了几千个内部员工 我香港的律师啊 在大陆被边控六个月 她的母亲92岁了 得了癌症 这个律师也是一叶白了头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律师资格 这个也不敢去 以香港基本法的权利 所谓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就在那忍着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些办案人员到香港去啊 就是找了所有的律师啊 不但找我的律师 不但还要找我海外的合作伙伴 告诉这人 你知道吗 郭文贵把你们给骗了啊 这个郭文贵现在要被通缉了 郭文贵是什么怎么坏 怎么怎么坏 第一专案主到香港办案就是违法的 第二个你要是真办案 你不需要抹黑郭文贵 他有罪 你个定罪就完了 第三个是更可怕的事情 公司所有工章查封 所有账号查封 所有连我的信用卡都查封 我而且员工不能出境 关键的告诉每个人 你不能跟郭文贵联系啊 你要联系 我就把你爸你妈把你给抓了 这就是现在这个 傅政华定的叫三角政策 只要抓这个人的时候 第一让你绝对的财富全给你查封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现在很多人 有钱往外转移啊 谁不害怕呀 第二个觉 让你所有的 这个和你联系的人 都要给你吓不住他 不能给你联系 断掉一些联系 第三个事情 就是绝对毁坏掉你的名声 让你没有生死自己 最后你必须跪下来听他 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我这比较另外 因为他的三角对我不灵 第一我不在乎 我一直在妖魔后长大了 第二个我钱 查封我1200个亿 我国海外资金比他大得多得多 你想想 他在查封我资金的时候 我们在香港我那个房子 多少年也被报道说了 也是他们操作的 我是12个亿买的房子 贷了三个亿的款 是建航香港登航贷的款 竟然这专案主能让建航 违反香港的金融法规 一夜之间决定毁掉合约 马上收钱回来 当我们还没问明白咋个事的时候 24个小时就派出了香港的清算组 安永快据事务所收房来了 如果我没有钱 这个房子 这个东西就被他给弄走了 我马上把三亿还了他 但他这个没动 还有我在香港的中资银行开的账号 所有的钱都不能动 香港他毕竟还是香港 他不跟你说理由 他说哎呀我们有各种这个查询啊什么不能把钱给你动 所以你看这个专案主啊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 没有任何法规 在香港海外所谓的准则都没有 第二个刚才我说的员工被残害这个啊 我刚才说的只是一部分 我们的被打断腿的保安 和被打得满地上爬的那些女孩子们 现在我可以说 今天我为什么站住了绝大多数的原因 我一定要为他们逃个劲道 因为好几个女孩子基本上已经精神崩溃了 现在有点精神不正常 而且大部分人被他们给要求离职 你听说过哪个国家的办案人员公安 去住在我们公司啊 十几个人 在我们公司又吃又喝 然后每天把员工弄到房间来 弄得鬼哭乱嚎的 两年来啊 你去想一想 小平先生你学法律的 这是哪国的法律 黑社会拍电影 人也不是这么拍法吗 两年来经常十几个公安 在你的公司里边 想叫谁叫谁 关到你屋里边 然后是把你弄得 哭得一天一天的 整个大楼是哀嚎一片 你想想这是办案吗 他们每次这样做都说 这是习总书记 王岐山书记 孟建柱书记 批示的 所以你们死定了 你想想 傅政华他这不是高级黑吗 说白了 今天我还要跟你说 小平先生 这个真正的背后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背后的 狠手的利益 他们以为我掌握了 他们跟李友之间的腐败的证据 他们要灭口 他们要恐吓 不要让我当嘴 这是一 第二个 犯案人员 这些人也想乘机捞一把 又是为了钱 是真正的 就是新腐败 第三个 更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要说的 傅政华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狠呢 因为傅政华 这个当时听说 马建副部长在海外 藏有 这个多年调查 党内调查 很多领导人的 所谓的视频 还有腐败证据 什么师生女 海外招 所以他一直找我说 你把这个东西给我 你给我了 我会保你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许多 这是傅政华的真正的目的 当然这是他了 还有两三多人呢 也都是这个目的 第二个呢 在这个 因为我和中纪委 由于刘志华的案子呢 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中纪委的都认识 包括同两天播出的节目 这个打铁 还需自身硬的那些人 大多是我都认识 都是因为刘志华的案子认识 其中一个被抓的 叫这个当时六使的 福德办刘志华案 叫孟会经 后来是到了这个九使 后来到了二十次巡视处 管河南 这个孟会经被抓了 在家里收出了 十八盒 私藏的当时办案的录像带 据说这个录像带呢 这个震怒 所以福政华呢 马上就是 这个 就找我说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更多的 不相信只有十八盒 因为这个十八盒 福政华有没有复制 我不知道 据我知道是 因为这个孟会经啊 住在我们政权的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跟他妈 九十多岁老母亲 住在一起 在这个他被抓以前 他曾经跟我打过电话 他说他怀疑啊 有领导想把他推下楼去 他说他有一次喝完酒 他发现 他站在两台 有领导突然站在后面 说眼神很奇怪 我说那你干了什么事呢 他说可能 我过去办案的问题吧 他没说那么细 后来就在政权被抓了 被抓在他家呢 就当场翻出了十八盒录像带 还有十几个U盘吧 据说这个是当时的办案 这个违规留下来的资料 当然了 福政华等 还有其他的几个领导 都很想拿到这个东西 所以真正对我这个 另一个的 追杀 造谣诽放 就是其中涉及到 这些神秘的数据和录像带 和这个资料 这个我插一句 因为这个神秘的录像带 和数据这些资料 是我没记错的话 是财新好像是有报道 说马剑手下 有一个特别小组 长期做这些东西 弄到了很多这些东西 这个是最初的 好像是这方面的信息来源 然后呢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令 令计划的这个兄弟逃到美国的这个呢 他手上的所谓核弹呢 就是说有一部分 这些核弹就是指的这些 所谓的录像 录像带 就是高层 特子是高层淫乱的录像带 那么这些录像带呢 被他带出来了 那这个成为他手上的核弹 那么刚才你这个谈话之中 就是你提到了 傅政华为什么要这么搞你 他就想拿出 因为你认识这个马剑嘛 他想通过你跟马剑的关系 来搞出这些录像带 而事实上 你刚才说的中纪委 这个官员这个事情来看 这是八盘录像带 是不是就是这些高层的 这些 这些啊 就是色情录像带呢 你说到这 我先 你的问题非常好 那个当时刘志华的 这个我们监局揭发刘志华的时候 跟这个故事有异曲通通之谅 当时啊 很笑话 我那时候中纪委那个官员 我老去 这个我一动就开车去了 我就揭发刘志华 所有人都见我 但是有一条 你拿证据 或者我提供了文字证据 那不行 你要要这个有照片 我就提供了照片 我就天天找 这个找了照片了不行 我要视频 结果发生了什么现象呢 纪委和公安的人 围着我的 跟着我的屁股后面 天天进通视频 事实上 这些人啊 这都属于正棍 你知道了吗 这本是他的职务 他应该去找去 结果呢 逼着我一个老百姓 本来就没有视频 逼着我真的找到了 刘志华犯罪视频 结果找到了刘志华 就真进去了 现在这个事情 依据通工制标 什么 我本来没有这个数据 我真不知道 这事发说 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这个令完成书里 拿什么东西 但是这两年 他逼着我 他现在是要灭我全家呀 全部资产成查封啊 就像刘志华一样了 刘志华当前见我说 你这东西都属于国家的 哪是你的呀 哪凉快去哪玩去 我说那你都不耍流氓吗 等待在以后 咱们说刘志华这事 很细许话啊 那么这回又来了 傅政华 还有那其他几个领导也来了 现在逼着我呀 也是必须得找到这个数据 找不到也不行 所以说我在上节目啊 我要没有这个数据 我敢上节目啊 我得有点 我得有证据 我能拿出来东西 我才敢上节目啊 所以我今天 小平先生 我在这给你重申 第一 这个反党的话 我绝对不说 这个对国家 这个形象有影响的话 我不说 我还有一个 没有证据的事情 我不说 郭文贵有个好名声 战斗了二十年 在反腐再见 我是反腐英雄 反腐英雄 这是我很珍惜这个名声 现在啊 第二个 我这个人现在大家都知道 郭文贵说话上话 说的事情都能拿出证据 包括李友这案子也证明了 刘世华事情也证明了 那么中国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做 还真正做到这样 所以我珍惜我 我就是中纪委有句话 这个领导批的案件 啊 这个想办法去找证据 找不到证据 就造证据 就是造出来造 造证据 那么公安上这个经浸上也是这样子 那么只要是领导批的案子 没证据造证据 但是只要是老百姓举证的 谁举证谁拿证据 那现在我举证 我就要拿证据 我要满足公安经浸 和中纪委办案的一标准 我举证我拿证据 刚才我像我说的 傅政华这个先生这个事情 他可以站出来说话 他说没有 没问题 我们在明镜电视 我把证据亮出来 你可以把我的犯罪证据亮出来 我们大家好好的晒晒 让老百姓判断 到底你有没有犯罪 我说的事情是真是假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咱们的国内的 所谓专案组一个一个的办案 完全不以事实为根据 也不以法律为准声 也不管你有没有证据 完全给你倒出来就够了 就刚才你说那个 现在刑剧逼供这词 完全不能形容 所谓的国内办黑案了 他已经超出了人的 人性超出的底线 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夸张 那么另外一个呢 现在我们要做 他们没有证据 我们说话要有证据 我们不能跟他们学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我要让所有今天的春节前 受傅政华所有伤害的 这些人的家人和亲人 很多人也都在海外 不能过年 我要让他们知道 不要以为傅政华 说了你家人有什么事 你就真以为有什么事情了 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我们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生 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他都要应该有尊严 他都应该有 起码的人性的尊严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村节之前 每个人都应该 像我一样站出来 不要把牢骚说话 要一定不能让这些人失望 找出这些人的证据 我不相信一个人 他们这些人 是一个所谓的清官好人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大胆 一定能找出来 现在我很自信的说 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 就被你扣台 他们一定是 这个结果会非常悲惨 因为十几亿人民 是一定会给他算账的 我听你这种激情的宣言 让我都有些感动了 但你这个员工 确实实实是要过年了 我们也想对你们 遭受酷刑 折磨的一些员工 表示我们新年的祝贺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这个新年也走出厄运 我们再回到这个 你跟这个 刚才你提到了 这个傅政华的问题 傅政华呢 这个他是出于什么担心 就是说自己的 有什么事情呢 被人的录像 还是他受什么人委托呢 来找你要这些东西呢 甚至于为了搞你们这些人 他居然这么做 那是不是这个东西确确实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可能在你 或者是你的 或者是马建的手上呢 他有这种担心吗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这个他主要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邪恶之人 干坏事太多 所以说他害怕 所以说他也一定要堵嘴 他要想办法把马建副部长 类似于这样的跟他作对的人 掌握他证据的人 一定要给灭了 这是他这个 这个人是很阴险的 第二个胆子很大 你想想他也知道 我跟马建副部长很熟很好 他还敢拿我的钱 你去想想他胆子有多大 他敢拿我的钱 所以说 这个当这个 最近的情报告诉我说 这个李友给他家花了多少钱 我一点都不惊讶 他敢拿我的钱 他干嘛不敢拿你李友的钱呢 说这个李友在这个 在里面说 等这个他出来 这个事完了以后 判完刑 说给傅政华的许诺 是多大多大钱的时候 我也一点不惊讶 因为傅政华已经疯狂了 因为他一个弟弟 都有好几个女人 好几个师生子 上以百亿的钱 而且嚣张到如此之处 那傅政华他一定要掩盖他 而且他要得到更大的权力 否则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他这个十九大 他充满了这个幻想嘛 他说他要当公安部长 当政法委副书记 他说告诉我 这个文贵你要记住 未来五到十年是我的天下 这个郭升坤部长 要么被抓 要么被免 这个我肯定是公安部长 我要么政法委书记 而且我是中央领导的信任 你想此人之旁望 是为什么 一他是在权力 蒙蔽了他的良心和双眼 第二做事 坏事太多 他要掩盖 还有一个 他贪婪了 他需要 更多更多的钱 所以说基于以上原因 他会一直干坏事 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现在你看到 在这几年里没人敢说 是站着说不的 敢来挑战他的 敢来检举揭发他的 一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 所谓控制媒体啊 控制媒体 很多大家都把它提高到政治高度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我也不认为 这都是中央的绝对政策 这都是像傅政华这样的人 给中央领导出的主意 说咱们这个政治上有危机 海外反对市场要撤法案 搞和平演变 这都是他们搞的政治花招 真实的目的都是想掩盖自己的 这些犯罪的这些证据 然后对信息屏蔽 实际上都是显恶之心 小人之行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 我不认为什么有这么多大的政治想法 搞这个媒体控制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像傅政华任人 他指示我说 未来我们要揭发的人当中 四个人当中 级别最低 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中国今天这个很多的问题 实际就是那几个人搞的 就像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是私人帮搞的乱七八糟 那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政坛 也有几个这么个坏人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就是 让老百姓通过我们 这个提出的 不可推翻的真实证据 让他们了解到 谁是你们的好领导 谁是真正的腐败的官员 谁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威胁 这是我们下部要做的 OK 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李友案件 刚才这个你提到就是 实际上这李友这个 这个行贿的对象里头 傅政华只是一个啊 傅政华呢 是他吃了原告 吃被告用你的话说 那么外界一直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们刚才点到了 就是说北大藩镇 是这个啊 就是你现在在监狱的这个令计划的啊 他的钱袋子 那么呢 外头确确实实有报道说 北大藩镇是一些高层人士的这个钱袋子 那么呢啊 这个里头 还有哪些人是钱袋子 这些在在这个北大藩镇拿钱的这些人啊 这个东西我你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情况 这个我们在未来的希望我再来谈一些更多 因为说起人特别多 他比如说北大的珠山路书记 我跟他很熟啊 这个我们事发生以后他站出来说话 有什么北大方正不能导入 这个这个人啊这个满脑的想当官 你知道吗 这个一杯酒这个进度就是这个满嘴胡说八道 说起没完没了啊 素质很差啊 他当北大书记真是个笑话 当初他请我在北大去吃饭 我捐了十个亿你知道给北大现金 是建国以来唯一的最大单笔捐款的人 我是郭文贵捐了十个亿现金 所有的北大领导都来了 我们喝了很多酒 这个珠山路的表现 这个后来和珠山路打交道 他拿了李友的钱 还有李友啊 这个不但送钱还送美女 李友最擅长的送钱送美女送股票啊 然后再帮地方领导的孩子上北大 这是李友的一贯的招 他这是他的哲学 那么教育部啊 教育部还有我们过去的常委级的 这里边的股东啊 这个还有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现任政治局委员 这个都是李友的股东啊 而且都是李友都是送钱送美女 而且送股票的人 我们在未来具体分别说出来 这一集主要咱说傅政华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做什么 李友刚才我们一说完的事情 李友啊 我们要把李友在接下来 把李友每天在干什么 他怎么买从大连专案处的 怎么买从北通专案处的 怎么买从公安部的专案处的 怎么买从这个这个傅政华的 然后他后面的这个这个 这个常委级别 政治局级别的这些军主们 股东们是怎么帮他来运作的 我们会他会花很多时间 我一一举证说明 这个李友现在所有跟他有关系来 所谓的郑家会的理量啊 姚刚啊 还有这个这个最高法的西小明啊 还有所谓的害的马 栽桑马建副部长啊 这些都是不带 都是小人物 这个接着李友下来 我们要检举揭发出来的事情 那你都比他们位高权重 而且前数都是天文数字 我很有信心能给国家能给股民 能给这个这个国有资产 能拿回来一千亿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慢慢开始去做吧 好不好 好 这个非常感谢啊 今天我们这个比原地的预历时间要长一些 但是呢 很多东西你开了一个头啊 掉起了我们读者的胃口 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 一些系列的这个专访中呢 能听到你更多的一些关于中国奸臣们的 或者奸商们的 或者这些一些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啊 让我们更更多的知道啊 北京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国有资产流失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呢 非常感谢啊 郭先生今天啊 花了这么多时间 接受我的专访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啊 这么早陪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好 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次衷心的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